午安 您好 我是池燕營 欢迎收看下午四点钟 中天整点新闻 一开始要带你来关心 这个神秘的团体日月民工 日前传说呢 他可能和一名高中生 父时有关 而现在又有这个日月民工的 教友出来爆料 说他曾经呢 和父母亲全家人在里头 待过所谓的灵修 后来是觉得不对劲 赶紧逃跑 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进去嘛 进去就是 就是所谓的练气功吧 就做做运动这样 对 那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 家里是什么时候 进到那个里头去的 然后进去多久 才决定出来 跟为什么要出来 进去多久 进去多久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吧 对 为什么要出来 其实当初出来的原因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家人说要出来 然后就这样出来 其实那应该也不叫做教义吧 应该说 他们觉得一个就是 一个正常人要这么想 那就会希望你这么想 他是会给你一个观念 一个想法 早上就是当一个正常人 然后就是有 就是在那边有课的时候去 所以有课都是晚上吗 对晚上 昨晚问大家要几年了 很惨嘛 正常来讲就是十点 对 通常是上场先课 那内容还敢说吗 呃 基本上就是去做运动 然后在做运动的过程中 会有 会有所谈话这样 对 那里面的干部啊 像比较吃胸吃解 给你的印象是 严厉 胸 和矮 还怎么样 从你那时候小时候到现在的印象是什么 我的印象是 那时候他们都对我其实还蛮好的 你印象是什么 他哦 他就是一个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乡村小孩这样 对 啊 就是也乖乖的也不会去做坏这样 对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他跟他妈妈互动的过程 是不是很听他妈妈的打字 当然他 他不只听他妈妈的话 他听 他基本上他很听话 那时候 我们就 只是都是学生啊 然后就都只是朋友 就聊一些 就是朋友其他就是打屁打闹 聊一些八卦 聊一些 游戏啊 聊一些 聊一些 比如说运动啊 对 就是生活休息的事情 在里面所聊天